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诗篇第65篇 神啊,喜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使的愿也要向你偿欢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罪孽甚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之族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珠山 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住在地级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籍 蒋干铃使地染河 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也好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